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贝拉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我们来聊聊台海的局势 那么现在台海局势的最直接的因素 还是跟美国国内的局势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是相当的紧 特朗普又被法庭给传唤 好像要这个民主党要自杀于死地 亨特拜登也是小日子不好过 亨特拜登很多黑料被共和党给爆出来给整 尤其是现在亨特欠房租 把八万美金直接卷破开被赶出去了 现在他什么生意都不能做 什么业务都不能开展 因为现在被盯得紧了 那兜里没钱只能像流浪汉一样的 所以美国2024之前都是熏风血雨的 关于美国大选 现在他们这就是民主体制的失败 然后全世界看笑话 当然美国不认为是笑话 那么美国国内的内斗会导致外部的点报 你看川普那个时候就想当这个战事总统 想直接攻击这个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非常疯狂的这种想法 在东沙群岛 还有一次是在南沙 要攻击这个南沙 这个马克米利直接向中国通报了 那这一次如果说 他们这个大家都知道 都是上来捞钱的 美国越来越想台湾 谁上来使劲捞钱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非常的紧张 那台海这边也避难的 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美国弄不好 就是他直接就点报了 点报了 那你说他干了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他在这里弄这些坏事 这是肯定的 传美将加快军援台湾 俄裔让台步上乌克兰的命运 英美日前报道 白宫将向国会寻求同意 通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 为台湾提供武器 资金 以加速向台湾供应武器 那么俄罗斯下议院议长沃洛金 昨日炮轰美国的条件行为 指出华府正准备让台湾步上乌克兰的后城 接着俄罗斯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议长沃洛金 昨日在Telegram发文 要求联合国谴责美国为台湾购买武器的行为 指控华府的条件行为 可能引发让中国大陆牵涉在内的主要冲突 沃洛金在天文中写道 华府正准备让台湾跟随乌克兰命运 批评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军援台湾是犯了一个错误 报道指 沃洛金此犯原来是针对英国金融时报 近期篇报道指出 白宫管理及预算局预计近期向国会提出 乌克兰补充预算请求中 涵盖寻求国会同意 通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为台湾提供武器资金 以加快引领台湾武器 那么沃洛金称 在乌克兰政策失败后 美国陆金在新冲突中寻求救赎 同时也要面临失去霸权的风险 所以俄罗斯也是在积极插手台海这边的业务 所以老编也说了 俄罗斯它是绝对 希望你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事 也是希望你早点这边 因为台湾跟美国彻底就是搞起来 所以我说过不排除 你说俄罗斯在这边也有什么一些动作 所以说呢 这个 俄罗斯呢 它就点出来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美国现在确实是在加速 要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克兰 那实际上这个对中国的威胁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他们也说 不是说防御性武器 都有进攻性的武器 对吧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一点 台湾呢 不是我们的同胞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那如果说这是统一的是我们同胞 那么现在的武器在精准打击下 那么那些不是我们同胞的人 将会被撤击摧毁 而是我们同胞的呢 他会将被什么被保留下来 那么这一点 我相信北京早就已经摸透这个台湾的情报了 那么 我说过 在中共要搞情报 肯定是台湾军方内部的人 台湾人是当中国的谍报人员 就希望这个在美国军中 如果说要搞谍报人员 也是找美国人当谍报人员 而不是少什么华裔 这个本身就是被盯着的 所以说呢 这个台湾这边 我说过 共军到时候打的时候 一定会像那个以色列一样的 通知那个巴拉斯坦的 那些民众 加拿大地带民众 还有一个小时导弹要打过来了 你们先卷破盖 先走 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会成为现实 那么现在呢 解放军呢 又展示了一下 这个最新的人工智能AI的这个 这个作战 那就是啊 很很先进的啊 那就是 就是弄一个 弄一种电脑 这种电脑 我说过 就像那个美国大片里放的一样 好莱坞放的电影里面 就是那个电脑是透明的 在那里点啊 点这些啊 发现地雷啊 发现敌人啊 敌人大概在哪里啊 有些空 就是做一个能工智能AI的一个数据分析 包括用手来操控这些无人机啊 这一块是非常恐怖的啊 非常非常恐怖 这一块我觉得是走在 很前面了 所以美国呢 他重点 他是对你搞这个技术铁幕 搞这些芯片 这些技术铁幕 他的重点说得很清楚了 他的重点就是要打击你的这个啊 军这个军事AI这一块 包括所以我说那个啊 冯教授被做做掉 冯教授就是搞这一块的啊 那也是这个原因在这个里面啊 所以我说了 呃 保护我们的这些军事专家是很重要的 军事专家都是美国的眼中钉啊 肉中刺啊 对吧 现在呢 你看他在美国又对这些爱国侨领啊 通下杀杀手 直接就是就是动手做掉 把能给做掉了啊 所以我说过 他们现在非常非常的啊 邪恶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给台湾透露搞了这些武器 但是我始终认为美国给台湾搞太多的武器 到最后这些武器会被点爆掉啊 他们自己就全部会死掉啊 所以我说过啊 没有两岸之间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手足这种这种说法啊 直接就开开干嘛就干嘛 再说了 只要你炮一打啊 台湾本土的那些啊 势力百分之一百就就迎合啊 中国中国大陆了啊 对于他们来讲 换哪个老板都无所谓 只要保证他们士足当地的这些人的这个利益啊 就OK了啊 你换哪个老板都无所谓啊 但是对外省的这些国民党来讲 那是绝对不可以不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说现在早就已经大规模的把在美国进行投资了啊 所以当年呢 大家也都看到这个陈水扁要到美国去投投资啊 美国人都不搭理他啊 开户都不搭理他啊 对吧 直接就说啊 就意思就很明确 国民党在美国那么那么多的这个这个投资这个资产 他们都他们早就在为随随地开展做好准备了 这帮货只他们爱钱啊 铁打的王朝流 这个叫铁打的家族流水的王朝 去你妈的蛋啊 只要家族子孙后代能够享受龙皇富贵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帮蓝色的这帮人啊 没什么好搭的啊 他们是他们最干万死啊 必须要他妈处决掉啊 处决掉一个他妈都不留啊 那么这是一个事儿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赖清德啊 赖清德将过境美国啊 中国扬言采取坚决有利的这个措施 中华民国所谓副总统赖清德12月出访巴拉圭 将过境美国纽约与旧金山 中国交部今天公开要求美方不得安排赖清德过境 而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华内部发言人三日晚间在官网发布 答题者问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 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串美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 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会不会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 哈里斯直接跟这个赖清德见面啊 现在这个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啊 所以说北京呢 提到已经就布局了啊 包括最近呢 在台海这一块呢 这个欧勇中捉鳖的这个战术呢 也已经布置的相当OK了啊 所以说在多个维度呢 也是在牵制住美国啊 所以说呃 现在呢 这个啊 必须要到打了 你说你不打 你不打 你的军军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些如果有打仗 那他还不敢怎么样 如果不打仗啊 那那有那你这个这些军费啊 每年就是这么高的军费啊 然后再加上这些项目这些军演啊 肯定有些人想定的这块蛋糕啊 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些某军种 是吧 啊 他就是会在这个里面倒江湖啊 倒江湖啊 对吧 吃黄粮啊 搞老鼠仓啊 所以说这种这个东西既然准备好了 一鼓作气啊 对吧 再而筛 筛而结啊 就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别让别让这些士兵都打了鸡血了啊 到最后又不打了 又说这个不能自相残杀了 没有啥自相残杀 中国人啊 能存活到现在 就是我们不停的在啊 进行这个革命 不停的把民族当中这些蛀虫给他们干掉 啊 所以我们才能够永存至今啊 啊 我们的历史当中有四六千四百多场战争啊 啊 那那有那有多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啊 同一个民族的人被干死 我说过 他如果不能在这个时代符合这个主流民意的 那么他们就会就要被杀掉啊 啊这个是一定要要心狠熟了啊 啊 对吧 这一点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做得非常好啊 那么既然说这个中国国民党包括呃内部还有一些人 他的这个路线是错误的啊 那么他的这个执政没有办法啊 让这个民众过了就是说真真正的解放过了好日子 那么那么就要把他们全部都给都给干掉 全部都给杀掉啊 全部都处决掉 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多个利落的 所以说呢 台湾这边的这个台海的这个事情必须要搞啊 你接下来中国 我说还有现在说中国二到五年内啊 要建他妈的八个基地啊 我说过建八个基地也好 多少个基地也好 台湾这边的一定是第一步啊 一定要趁早去弄啊 不要再跟他们去搞这个乌龟王八局 什么一个中国什么什么个表 个表个屁啊 哪有什么个表啊 就是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必须要要被灭掉啊 前朝都还没有被灭掉啊 谈什么全球跟美国竞争呢 大家说是不是啊 这东西很现实的啊 而且这个前朝啊啊 他还是他妈逼在这里不停培养妖魔鬼怪 来把你内部给搞掉 他是我们的同胞吗 培养妖魔鬼怪 群魔乱舞的 是我们的同胞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那他就是要搞死你 他对你是敌人身仇大恨的 一定要杀掉他们啊 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能够留的啊 只有这样子才真正的能能够解救台湾2300万人 于水生活的当中 台湾的现状就是啊 那那几万人啊 那几万人包括这些啊 那几那几万人全国及其家属几万人啊 大概两三万人左右吧啊 盘剥整个2300万人啊 对吧 2300万人对吧 过得了什么日子被欺压的这个日子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如果说他不愿意做的就像香港人一样的 不愿意做你就到英国去去投靠加拿大啊 去投靠他们的自由民主 对吧 这个中共也不拦的 你要走你走去投靠美国吧 到美国去去做生意去吧 啊 去投资去吧 但是我觉得被台湾被拿掉啊 他们到美国去过 估计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吧 因为你没有利用价值的 现在让你投资 让你有回报 是你有利用价值 那到时候你没有了 还会让你投投资吗 啊 所以我说过这个 欧美啊 现在啊 对中国啊 他就是啊 对吧 不停的要遏制你 但是又要跟俄罗斯搞 又要跟中国搞 搞得过来吗 搞不过来 那么蔡 那个 那么蔡一文呢 这个 又传出来 这个 他的这个档案 学籍啊 啊 这些东西是绝对机密 要封存30年 大家都知道啊 任何国家的和地区的领导人 他的这个学历啊 这个东西都是公开的 这是你必要的 你的一个履历 那么蔡婆 她居然说要封存30年 妈的 大家知道什么秘密 是封存30年的啊 就像就像这个啊 你的这个核心领的部署 你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技术参数啊 最厉害像兜锋41的啊 他的这种技术参数 这种是保密30年的 你蔡婆的一个狗逼论文啊 根本就没有不存在的东西 要保存30年30年的30年期 你他妈开什么玩笑 你他妈笑死我了 我操 大家说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 你是什么什么核武器啊 你核武器什么 你核武器要30年 你他妈的你蔡英文的东西 也得30年吗 这不是说让人笑掉大牙啊 所以说接下来呢 啊这个军事演习会不断啊 而且最近呢 这个我们来看看啊 美中各密盟友啊 印太军演 炉火炉土 规模空前 那中俄呢 是这个北部联合2023 中国跟泰国呢 是英机2023 美国和澳大利亚呢 史上规模最大的是 呼声军刀2023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7月5日至24日开展 机动卫士2023啊 美国跟菲律宾的陆战队 航空支援活动 7月20日至21日 美飞举行的雷霆对抗啊 这个美国为首的北方利润 美国韩国和日本举行的 三边弹道导弹防御演习 台湾呢 是汉光39号这个军演啊 所以说呢 这个整个来讲啊 那么中国周边啊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在中国在这个周边 搞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火药桶了啊 已经是规模空前了 那么我也说过 菲律宾这一边的这个局势 美国说要启动 美飞安保条约 我倒看看美飞安保条约 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是美国帮了菲律宾来打中国呢 还是怎么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TM的非常扯淡啊 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所以呢 这个台湾啊 这边不管怎么样啊 早点弄 早点安心 早点好 啊 跟他们呢 就不要有什么多个利落了 啊 什么两岸交流的弄点青年过去的转转 有什么好转的 对吧 台湾妈的个逼 那个地方破了要要死 急着破楼松松垮垮的 有啥屌意思 啊 那种地方 早点他妈的给他灭了啊 比什么都都强啊 对吧 也让台湾人这个脑子清醒清醒啊 别他妈天天浑浑噩噩噩的 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啊 姓什么叫什么 这个不是我只要在这里讲 妈的吃个什么啊 名字当中带一个兔的啊 就可以免费吃吃一年饭 都去改名叫兔 名字当中有这个啊 有叫叫兼鱼的啊 还是什么鲑鱼啊 鲑鱼啊 鲑鱼啊 都去改名叫鲑鱼 那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姓胜名谁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非常扯淡的一件事情啊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板 大家喜欢今天的电视 谢谢各位值 谢谢